哈啰大家好 我是GMA 吴應傑 上次談到了堅持 还谈到了一些委屈跟 委屈跟那个妥协 然后接下来要想要 这次想要跟大家聊主题是一个方向 方向呢 是左边还是右边 就是方向这件事情呢 在很多人的世界里可能就会只是 maybe是东南西北左边右边 但方向是 你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叫做你的方向 然后你做完这件事情 你希望下一个方向是什么 比如说我选择这份工作 我为什么要走向这个 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一路上的过程都是你的方向 我选择做艺人这件事情的方向呢 是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个有点喜欢表现的人 但我有点害羞 我很喜欢在 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喜欢在睡觉前呢 自己批的一条小被子 然后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 还珠格格 这一系列什么公主的一些 我记得公主有一个系列 就是玻璃鞋 那个玻璃鞋不是走在那个 就是走下来 然后那个玻璃鞋不是掉到那个楼梯吗 然后我就有一个 我常常会把自己的小被子呢 就绑在我那个腰上面 然后我就会说 喔喔喔喔喔 那个王子就会说你不要等我了 他要管我 因为12点要到他要变成原本的样子了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等我 然后我自己会在那边转头一眼 然后我会把一个小东西放在那个我的鞋子 我会放在我那个床 床不是会有高低吗 我就会这样下来然后放 然后等待他来救我 然后四穿上那个鞋 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戏码 在一个晚上我会这样完成 比如说看环祖哥 我会拿那个小手帕 我就会这样说 哥哥皇上即将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是小时候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表演 那是因为我爸妈都不知道 然后我现在就分享出来 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我会走向这个一眼的方向 是因为我很想要表演给大众看 然后当然中间中途在做艺人的时候 也会有点怀疑说 要继续做艺人吗 还是我要去做一些别的 那因为家里本来是希望我去做 他希望我去当律师 然后还有希望我去当护士 但我都不喜欢 那律师要背很多书嘛 光这个方向来讲就是 我觉得就没办法 然后护士要打针 我又怕打针 所以我要帮别人打针 我觉得别人很危险 不是我危险 所以当我选择 就是做艺人这段路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的方向非常的明确 我就一路要到这样 但是我的方向上面呢 我做这件事情的方向是 我想要做更多的事 我去尝试唱歌 我去尝试演戏 然后我去尝试跳舞 然后我甚至去尝试去录了综艺节目 这些选择当然都是 也不是每一个都会说 马上OK 所以每一个人在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 我会选择相信我自己心里的声音 成为一个方向 因为相信自己心里那个声音 讲起来好像 别人会说 蛤 什么声音 我没听到啊 但是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声音 告诉你说 我想去做什么事 这个是我觉得 真的是要去不断的感受 就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最常会自己 我会很常对我自己说加油 我觉得很多事情 其实有时候很多人来跟我说加油的时候 我都会心里觉得很感动 就是加油 这两个字很够用 就是做什么事情你都 比如说生小孩的时候 你跟妈妈说加油 然后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 我们就说还没有 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想要完成的时候 我们会互相彼此说 那我们加油哦 然后比赛前我们会喊加油哦 就是加油就是一个很 应该就是说带领我们到一个 加油可以是一个方向 它也可以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因为它是一个 让你知道说你要往前进 然后再来动词是让你要动起来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要常常对自己说一声加油 我觉得加油 可以 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安慰吧 然后在人生的这选择 选择的方向就是 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先听听自己的声音 方向这件事情就是真的也很难说出一个说 我叫你应该是说不要别人叫你往东走 你就往东走 往西走你就往西走 但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别人就叫你往东走 你就往东走人 那我觉得那就是属于你的方向 也不是说叫你一定要就是叛逆说我一定要反着走 你要先知道你是什么样 你要走向什么样位置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走到远处那个位置 那是我的方向 那我的心中就会告诉我说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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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属于我心中的那个位置 这一路上我觉得这个方向就是可能中间会一下左左一下右右 但是这过程中是你是比如说遇到一个岔路 你就要选择左边还是右边 好在遇到下一个岔路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 往后走有可能也没有不好 但是因为刚刚还有说到一题就是我们刚刚都是 之前我们都是提到说勇气完就是坚持 然后委屈完就是求全 这是我们刚刚就是在讲一路说我们都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向 去讲这件事情 好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方向 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思维逻辑 我们fine就走 你觉得你有勇气了但是你坚持不下去 那你坚持不下去你就没有什么妥不妥协 委不委屈这件事情 你就会一路走走走到放弃这件事情 放弃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当下可能会觉得很爽很开心 我什么都不要 但是我觉得负能量这件事情就是累积下来 是真的蛮可怕 而且是很容易会影响到你自己 加上你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放弃这件事情放弃可以衍生出什么 放弃可以衍生出低潮跟挫折 这些事情就会是在放弃那一区块的 但是这个方向呢 有可能会让你一下一夜成长 一下变得超级勇敢或是超级坚持 像我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我是因为有碰到一些 算是人生蛮低潮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现在会变成一个算是一个蛮有勇气的人 是因为这些低潮跟这些放弃跟这些挫折 促使我变成一个有勇气的人 然后现在我才能真心的分享这些我觉得像是道理 但是又不像是道理的道理 但是这是我的道理 就是我自己看待这个人生的顺序跟这个方法 跟我想要什么样的方向 我觉得这样是坚持 我觉得这样是勇气 这都是属于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但我觉得不一定是正确或是不正确 你可以接受你可以理解你可以可能 maybe 我讲的这一两句话可能真的会启发你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是得要自己消化完之后 你才能真正的坦然的面对这些事情 因为我有碰过可能那种负能量或是很黑暗 黑暗到我觉得天哪这会影响到我我要远离 我是有这种 就是如果这个人就是一直就是会打一些抱怨文啊 然后一些气馁文啊 然后或是一些很可怕的文章 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都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这些声音其实我也都有 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一定要接受到一个人 世界上这么多人 然后世界上有这么多个脑 你每一个脑想出来的事情都一样嘛 我觉得不一样 超级不一样 当然呢好玩就是好玩在这件事情上 你可以不断探索你的脑袋里面到底有什么 因为我接触到这些很可 我觉得算是很黑暗的过程中 我当然有一度觉得天哪我不行了 我不想这样下去好累我真的好累 我可能甚至每天是哭泣的暴躁的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曾经有一度是很敏感在做这些事情的 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很不好 然后其实我看身边的人跟我相处他们也很辛苦 我就一直在给自己转念说 我要这样下去嘛 这样的方向是对的吗 就是夜深人静我可能会思考 我就会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我要变成这样 我在这个人生上我想追求什么样的好的方向 我就是经过了可能无数的夜晚 一直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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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成为现在的我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向 然后可能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可能是对的 但都会是好的方向 如果是不好的方向我觉得还是要接受它 好哦 今天讲完这个方向呢 希望你们有听有懂啦 但这是一个蛮真诚的分享 该睡了 晚安